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我們今天的嘉賓訪談 男友生活情趣的朋友 通常都很講求這些對藝術的追求 所以今天我們非常開心 請到了著名的畫家孟建平老師 接受我們的訪問 看看他的作品可以帶給大家一些喜悅 你好 非常高興我們今天著名畫家孟老師 來到我們的現場接受我們的訪問 孟老師其實我知道多人多有很多的華人 而且是西方的很多熱愛藝術的朋友 都收藏了你的作品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您的藝術生活是怎麼樣的 您怎麼開始藝術生活的呢 我們家就是祖傳三代是畫畫的 當時我祖父是中國畫 我父親呢 又變過來了 一個西洋畫的 然後我們一個家庭影響 然後呢還有一個我呢 就是後來就讀了大學 藝術學院畢業以後呢 85年開始呢 我就有一段時間一直在國外海外工作 走遍了全球 然後學到很多藝術方法 然後在法國也待過一段時間 85年我去法國了 然後所以我的一個歷史 藝術過程呢就是一個流浪的過程 全球流浪學習 對 那麼您在多仁多 我知道就是最近這幾年呢 你也搞了很多不同的畫展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呢 是這樣的 最近呢 最近的呢 就是我那個 2014年 2014年呢就是 參加了代表加拿大 被評選代表加拿大 參加了海外世界華人畫家展覽會 在那個文化部就慶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週年的時候 一個特別的一個海外畫家展覽會 我參加了 就是很榮幸 然後第二呢 我也是2015年呢 我做了個人展覽 個人畫展 然後呢 那個2015年的10月呢 我參加了那個上海 叫亦師亦友海外畫家展覽 我們上海的那個著名畫家的一起 40周個人吧 就參加 就最近呢我有這三個項目 就是最近的 OK 那麼其實很多人都說呢 就是作為藝術家 通常就是他的老師啊 或者是他的前輩啊 對他的影響會非常大 您覺得這方面 就是說您的老師 對您的影響大嗎 那當然 那個我覺得 我一共有五個老師 我覺得學藝術的一定是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往前進的 我五個老師呢 其中一個也是上海非常著名的 那個美術教育家 叫孟光先生 那個他對我影響很大 然後第二個老師呢 是李同心老師 他現在在美國 也是那個著名畫家 然後這次我們習主席到了紐約呢 就是有幸呢 我們我的老師跟習主席去合影了 合影 那個然後另外還有兩個呢 是上海全國非常有名的水彩畫家 一個是張英宏老師 還有一個陳培蓉老師 再有一個呢 就是謝麗剛老師 他是中央美院版畫系的 但不幸他過世了 那孟光老師跟謝麗剛老師過世了 其他三位老師我們也要保持很緊密的聯絡 很感謝他們 他們無私的教導 而且呢我覺得藝術家和藝術家之間 把那個藝術交流也非常重要 對 那麼就是說 在這麼多的藝術家和畫家當中 您覺得您自己的藝術風格是怎麼樣的呢 我個人覺得呢 很多人跟我說藝術家有些責任啊 嗯 我覺得當然是有些社會責任啊 那個個人的責任啊 但我個人覺得最主要的責任藝術家是 首先讓大家有一個視覺上的想作品 必須讓大家有一個視覺上的享受跟愉悅 是吧 就是一看到那個作品就是非常高興很喜歡 一電鍾情啊 對 第二呢還有一個呢 就是必須呢 那個 有一種共鳴 就是說情緒上有一種共鳴 對 跟這個作品 跟作品的內容有所共鳴 有點享受 是吧 這個第二點 第三點我覺得精神上有得到提升 不要情緒很低的啊 但是我甚至有時候我覺得頹廢也是一種美啊 但是我總覺得還是精神要有一種提升 就是精神上有一種美的感受 是吧 那麼我們一起看看 就是說老師給我們帶來的一些作品 可不可以簡單給我們介紹一下呢 那個這是我畫的江南四月 用中國畫技巧 用那個 用那個西洋化的材料做的一個作品 然後 我們再繼續看其他的 然後這是我的芭蕾 這是我的芭蕾 芭蕾作品 很抽象啊 它不抽象 不算抽象了 不算抽象了 很不抽象了 抽象的有的 後面有的 我們再繼續看 然後這是我的花蕾 我這個好喜歡 我這個花好漂亮 這個花蕙 這是我畫的花蕙 這個花蕙粉紅色的 對 我們再繼續看 今天老師給我們帶了很多的作品 這也是花蕙蕙 花蕙呢有時候我通常我想的老上海的感覺 找到一種老上海的感覺 就是這樣 這是我在阿剛昆畫的那個風景畫 就是我們那個加拿大的秋天 就很喜悅 就是那種色彩 給大家有一種很喜悅的那種感覺 對 這是我畫的一個拉小提琴的 這是我比較小時候 年紀輕的時候畫的 因為它比較寫實 就是現在很多人來定肖像畫 就是畫得很真 很像 是吧 但是雖然不是我目前追求極致的東西 但是也是一部分 那我們繼續再觀看 這個是我最近前段時間畫的 就是畫的一個Flamingo舞 那個很熱情奔放 然後簡戀的很衝動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老師用的色彩特別漂亮 對 這是我教學生用的 這是我14歲時候畫的樹苗 10多歲時候畫的 14歲 這在孟光老師指導下 跟李同心老師指導下的時候 那個畫的樹苗 現在我給我 這也是 我現在帶來做為學生的素材 教材 就是說學油畫 其實第一步還是要先學這個樹苗 對 基本功 對 對 我們再繼續看 有嗎 這是我跟孟光老師一起學習的陳一菲老師 我們應該在國內是最著名的畫家 很著名的一個畫家 不幸過世 但是 這是我跟領館畫的一個《黃山日出》 那個到房地總領事頒給我一個獎 我收藏證書 我知道這幅畫現在還是在中領館保留著 對 這是我畫的一個肖像畫 有一些人說 孟老師給我畫肖像吧 我就畫個肖像 就是這樣 嗯 那麼我知道您的作品 就是說 現在中國領事館 就是著多很多總領事館 它那邊都有保留著 而且很多西方的人士很喜歡 就是說你比較有東方味道的西洋畫 就是東西方相結合 那麼您就是說在中國學畫畫 而且在海外 就是說在加拿大北美洲也很多年 這個畫畫的經驗 您覺得就是說 東方和西方的這個藝術的分別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我覺得呢就是說 東西方呢 乍一看 這個畫面表現的作品 作品表現是不一樣的 差距很大的 方式啊手段都是差距很大的 但是我覺得一些內涵 藝術的內涵呢 東西方其實是一致的 所以看到底的 你當你理解的時候呢 就像西方人說的愛 跟中國人說的愛 只是方法和手段不同 但是其本質還是一樣的 所以只要掌握了這個本質呢 我覺得藝術家還是非常 中國藝術家 也很好的人在這裡生存的 那就是說會不會 就是東方的藝術家 就是方法比較含蓄一點呢 會不會 當你就是融合了東西方 無縫對界的時候 你的作品就有影響力了 你的觀眾就增加了一倍 是不是 你純粹東方思維跟西方思維 都不行 很多抽象西方人畫的 中國人也不喜歡 所以我是把他們兩者結合起來 就是兩者融合在一起了 對 更有特色 更有美感了 對 那麼您覺得就是說 在中國的畫家和在西方的畫家 他們的生活有沒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覺得我很羡慕國內一些畫家 因為他們有一個體制 比如一些研究所啊 有一些畫院啊 他還有一份最基本的經濟保障 但對我們來說呢 對海外畫家來說沒有的 像海外運動員 訓練費都是自己掏的 所以我們每一個收入都來自於作品 是吧 所以這是我羡慕國內的地方 但是反過來說呢 我更欣賞什麼呢 海外畫家可以徹底的一種自由 就是那個思維比較 放開 放開一點 對對對 我不受什麼限制 我甚至不受那些很小的東西的限制 是吧 我徹底的自由 我覺得我還是喜歡這樣 我喜歡在海外 就是說 OK 那麼就是說其實現在在加拿大啊 在多人多很多的朋友呢 他們都很喜歡收藏這種藝術品啊 還有這個就是畫畫的 就是那種很漂亮的畫 那麼您對這種 就是說愛好藝術品收藏的朋友 您覺得有沒有一些 什麼特別的建議給他們呢 這我有很多人問我 但是我覺得首先你要 要熱愛這個作品 首先收藏的 如果你收藏 你要首先收藏是愛的作品 除非你是一個商人 或者是一個藝術品的買賣者 這另外一回事啊 如果這個作品沒有跟你共鳴 你不愛的話呢 我就覺得就放一放 那如果你是做生意 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總覺得還是熱愛為上 熱愛為上 那麼包括我在內 我就特別喜歡那種 一看上去那個作品 哇我好喜歡的那種 我們不是說很懂 但是就是說那個視覺上 給我的那種感受 對 我覺得就令我很開心 那我就很喜歡它 那麼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到您的作品呢 那麼有一些 在多倫多呢 一些Gallery 包括在美國一些Gallery裡面也有些 但是呢 我也跟大家留了我的聯繫方式 E-mail 可以通過這個方式 跟我的助手呢 取得聯絡 然後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繼續 可以看到我的一些作品 然後大概就這樣 我知道其實呢 就是孟老師呢 還就是有時間的話 如果有緣分還可以跟那個老師做學生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這個螢幕上的 就是地址電話 有什麼特別的情況 然後想跟那個孟老師直接聯繫 也可以直接 就按照那個上面的電話 或者是聯繫的方法 和您聯繫是嗎 是的 今天非常感謝孟老師 接受我們的訪問 非常高興 也都希望你做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給大家 謝謝 也就是聖誕以前嘛 也祝大家聖誕快樂 明年鼠年 祝大家姐姐高 好吧 非常感謝謝謝 明年猴年 不好意思 猴年 對 說錯了沒關係吧 也沒關係 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孟老師您的作品 我知道 就是說都是能帶給大家一些喜悅 而且呢 在聖誕新年的時候呢 在欣賞那個孟老師的作品呢 更有特別的意義 非常高興 謝謝 謝謝